关于舰载反舰导弹发射方式呢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过 美军军舰似乎采用垂直发射多一些 苏联俄罗斯的军舰则采用倾斜发射多一些 那么这两种发射方式究竟孰优孰略 各自又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呢 今天大兵给各位聊一聊 垂发和斜发谁更优秀 温馨提示 本期视频比较硬核 但看完之后呢 各位朋友会对水面舰艇有更深的理解 自上世纪80年代 舰艇上的反舰导弹大多数呢 都是采用倾斜发射的方式 设置于主甲板上 不过呢 垂直发射系统日益完善 于是反舰导弹也开始采用垂直发射 比如苏联的基洛夫级导弹巡洋舰 首次将重量接近7吨的P700花钢岩反舰导弹 设计成为了垂直发射方式 之后美国发展的MK41通用垂直发射装置 也可以发射鱼叉和战斧 一时间大有垂直发射会彻底取代传统倾斜发射的意思 但直到今天 倾斜发射的反舰导弹 还不断出现在各国的新型水面舰艇上 甚至美军已经装备了垂直发射 可以统一使用这种发射方式的舰艇 还是保留了倾斜发射 例如伯克级导弹去除舰 舰尾的MK41垂发前方的 安装有两具四连装的MK141 倾斜发射器 用于发射鱼叉反舰导弹 那么问题来了 反舰导弹是按照传统的倾斜发射布置好 还是采用垂直发射呢 讨论这个问题前 大兵认为 有必要给各位朋友介绍一下 舰艇装备反舰导弹后 在作战用途上的分类 一般来说呢 可以分为攻击型和护航型 先来说攻击型 在最初设计时 比较注意对海作战 反舰导弹的攻击性 同时明确作战任务 简单来说 这种舰艇对海攻击 要求威力最大的骑射火力 反舰导弹射程和单发威力也比较强 例如苏联设计的导弹舰 所有反舰导弹都指向一个方向 可以第一时间射出所有的导弹 达到饱和式攻击的目的 并强调单发导弹的攻击威力 以至于它们的导弹呢 重量体积都比较大 但射程也较远 采用这种设计的典型代表 当属光荣级巡洋舰 它最多可以舰载16枚 威力巨大的SSN-19反舰导弹 这种反舰导弹重量接近7吨 对付3000吨级的驱逐舰 仅凭导弹自身速度带来的动能 就能将目标撕成两段 甚至对付10万吨级的航母 一发也足以使其丧失战斗力 而由于倾斜发射对技术要求不高 所以后来俄罗斯的 现代级导弹驱逐舰 也延续了这种设计思路 由两座四连装的倾斜发射箱 全部指向舰手方向 同样其他制海能力比较薄弱的国家 也经常采用类似的设计 尤其是对海作战手段单一的国家 比如印度 虽然他们在印度洋上拥有两艘航空母舰 但主要攻击能力还是由水面舰艇提供的 他们上世纪90年代莫福役的 德里级导弹驱逐舰 因受到排水量限制 不能携带大型导弹 所以印军就想了一个比较讨巧的方式 那就是将反舰导弹数量增加一倍 使其达到16枚 达成提高攻击威力的目的 同时德里级导弹也全部指向舰手方向 追求第一时间的最大饱和攻击能力 但从时间来看 从80年代开始 其实强调攻击的海军舰艇发展 已经开始将反舰导弹发射垂直化 比如咱们开头提到的苏联在基洛夫上 利用垂直发射装置携带了20枚SSN19 那么当时苏联还是采用倾斜发射的 那么最多只能携带12枚 要不然就会挤占其他系统的空间 最好的例子呢 就是基辅级航母 虽然它满载排水量达到43500吨 但是由于内部空间限制 无法安装垂发系统 因此只能安装比基洛夫级 还要少的反舰导弹 这里大兵解释一下 之所以拿基辅级航母举例 是因为这款舰艇在功能上 有点像航母和巡洋舰的融合体 由于苏联海军对其作战定位有问题 以至于它成了航母界的反面教材 而美海军的攻击舰艇 则几乎都是以倾斜发射方式 安装了8枚鱼叉反舰导弹 不过此前舰队领舰的伯克级驱逐舰 通常情况下呢 还会在它的MK-41锤发装置中呢 携带数量不等的战斧鱼叉 以此来增强对远程海面目标的攻击能力 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啊 增强水面舰艇攻击能力 还是垂直发射要更好一些 接着是护航型舰艇 这种舰艇呢 早期设计时 有人称它们为自卫式设计 从名称中我们可以发现啊 这种舰艇装备的导弹数量 通常只够护航时发生的战斗使用 并不作为主力海战手段 但话又说回来了 以反舰导弹作为攻击武器 来打击对方船只 很难被彻底归类到自卫型舰艇中 所以也有人将其称之为平衡式军舰 意思是取各项战术性能均衡 武器装备不求突出 而这个平衡式军舰的出现呢 还要从冷战时期的北约海军来说 由于当时呢 它们海面打击能力 主要是由空中力量完成的 所以军舰上装备的反舰导弹 只用于小规模海战 应付一些漏网之余 或低强度战争中 执行护航任务等等 另外北约海军舰艇数量大 又强调编队作战 因此也不需要考虑 单独一艘军舰上会携带很多武器 凭借着少量导弹 就可以很好地满足战术需求 聊到这里 大兵差个小知识 二战后 美国海空实力一直保持着世界第一的水平 因此除了炸弹空袭外呢 就没有专门去搞反舰的武器 所以的美国反舰导弹出现时间 晚了苏联十几年 但是好在美国的电子技术比较先进 以至于当时美军反舰导弹一出来 就具备了扇面发射能力 也因此 那个时候的美军军舰 大多数采用固定式倾斜发射装置 而这种安装方式呢 也是目前各国舰艇最为常见的设计之一 一般情况下 每四枚反舰导弹为一组 采用成对的规格 安装在舰体中部的上层甲板上 发射方向分别对着军舰两侧 早期美军反舰导弹 可以覆盖舰艇侧面60度的扇面 现在则可以覆盖120度以上 甚至不少导弹理论上 可以360度无限制的设计 但考虑到倾斜发射需要很大的海域 让导弹完成转弯 修正瞄准方向 多数舰艇编队时呢容易造成误击 所以美军绝大多数采用这种布置的反舰导弹 依然限制在两侧的120度范围内发射 聊完各国的海军 大兵相信部分朋友应该已经知道 倾斜发射对比垂直发射哪个更好了 所以大兵就总结一下 两种发射方式各自的优缺点 从时间来看呢 垂发晚于清洁发射 但是它作为一种新型发射方式 是目前各国海军发展装备的重点了 几乎所有武器都在向垂直发射发展 它最大的好处呢 是占用甲板面积小 在军舰有限的甲板面积上 占用面积小 意味着可以携带更多的武器 例如美海军的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 早期采用快速升降装填的发射架 后期用上了MK41垂发 在甲板面积极其充足的情况下 可携带武器数量 比早期型号提高了一倍 持续作战能力也得到了倍增 或者说是打击能力倍增 其次呢 垂发系统取消了复杂的装填机构 可靠性获得更大提高 同时每个垂直发射井 都是独立发射通道 可以排除其他导弹发射时的气流干扰 达到一秒一发的速度发射导弹 这个水平呢 对比大部分中口径舰炮的发射速度还要高 并且垂直发射系统深埋于舰艇内部 对任何一个方向 都可以随时开启全舰最大火力 不需要军舰调整航向 就可以射击任意方向的目标 这种特性呢 在对付复杂的多目标时 优点特别突出 可以在极短时间内 完成对目标发起攻击 为安全脱离危险区或者舰艇机动站位 提供时间优势 当然垂发系统深埋于甲板之下 还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甲板上没有不规则的突起物 有利于舰艇减小雷达反射面积 从以上角度看 垂发反舰导弹的优势非常诱人 但任何东西都是有好有坏的 首先垂发装置啊 布置起来比较困难 一艘排水量有限的军舰 舱势本来就较为紧张 而垂发系统长度呢 要决定它要穿透多少层甲板 才能满足安装要求 反舰导弹大多数都比较重 也比较长 因此能以垂发的方式发射反舰导弹 军舰甲板至少要被穿透三层以上 并且呢垂直发射系统比较重 一般不能布置在上层建筑中 以免影响稳定 所以能上垂发反舰导弹的军舰 基本上排水量都比较大 但是对于普通国家的海军来说 中小型舰艇才是海军装备的主力 大型舰艇数量肯定比较少 也因此从设备通用化程度来说 垂发对舰艇尺寸要求有些高 当然不针对军舰 对于导弹来说也是一样 可以装进垂发系统的反舰导弹 必须限制外部尺寸 特别是长度和翼展 其次呢 现在的反舰导弹 大多是被设计成多平台使用 具有很强的改装能力 但不管是改进 或者被设计成为可垂直发射 都必须和普通导弹有结构差异 要么为了通用其他平台 接受为垂发付出的代价 要么就单独搞垂发 显然这两种方案都不是最理想的 同样设计导弹方面呢 还有成本上的因素 咱们前面提到 反舰导弹重量比较大 因此机动性会差一些 如果要吹发 还必须有较强力的火箭助推器 那就得加强整体结构强度 否则发射时就会出现断裂 而吹发系统的价格 往往比倾斜发射系统 高出20%以上 有的甚至高出50% 这对于和平时期的 军事采购预算来说呢 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最后持续作战方面 这里呢 大兵先解释一下 下面的观点 是建立在发生高烈度的 大规模战争情况下 从数量看 尽管垂发系统 可以携带的武器更多 但在海上再次装填的能力较差 早期的垂发系统 还有海上的补给装填的计划 而现在的军舰呢 基本都不具备海上补给垂发 反舰导弹的能力 必须回到基地或者港口 才能利用吊装设备完成 因此大型军舰 可以依靠一次性携带数量 足够的导弹 来满足战术要求 小型军舰那就必须返回军港补充 才能继续作战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军舰 都采用传统倾斜发射方式 携带和发射反舰导弹 这种发射方式呢 最大的优点就是便于安装 毕竟它不需要穿透甲板 是简单的堆叠在甲板上的 安装极为简单 而且 由于它的安装角度接近水平 所以对船体的稳定性影响较小 比较适合安装在一些受舰体上 高大建筑物屏蔽的区域 这些位置 一般呢 不太适合安装其他设备 往往被闲置了 因此也算是一种合理利用 就比如前面提到的伯克级驱逐舰 已经成为了一种主流 目前各国军舰90%以上 都在舰桥和烟囱间 成对安装倾斜发射箱 这样既可以使军舰甲板布局更紧凑 又可以将其他甲板空间 留给对发射世界有要求的武器 其次 倾斜发射的反舰导弹 对导弹尺寸要求不高 很多超长超重的导弹 大多数采用倾斜发射 例如俄军的SSN19 采用垂直发射 需要重两三万吨级的 基罗夫级巡洋舰 而采用倾斜发射呢 则只需要排水量 仅有11000多吨的光荣级 另外倾斜发射的反舰导弹 因为安装方式比较简单 对发射和包装器具要求不高 所以采购费用比较低廉 而由于大多数军舰上层建筑居中 所以没有用到的甲板面积都比较大 这反倒给反舰导弹 留出了很大的利用空间 即便是一些没有采用折叠弹翼 且发射具尺寸较大的反舰导弹 都可以轻松布置 比如二战末期 美军压华号战列舰 通过很简单的技术手段 就在上面安装了 12座四连装导弹发射装置 成为威力巨大的导弹战舰 这意味着战争时期 可以非常快捷地将这种 发射方式的导弹 安装到一些民用船只上 使其成为辅助战舰 这是其他任何一种发射方式 都无法比拟的 最后则是安全性方面 倾斜发射的导弹装置 由于它布置在甲板之上 导弹出现意外时 对舰体结构的破坏是最小的 并且能够在危险的时候 将出现意外的导弹单元 给抛弃到海里 这对于火灾 或者是导弹解除保险 但未能发射 出现意外爆炸时 对舰体结构的破坏是最小的 以现阶段各国军舰消防能力来说 对比上世纪已经有明显提高了 所以军舰生存性比较高 当然了 以上观点 各位自行忽略俄军舰 这不是大兵故意抹黑 因为类似的军舰火灾等事故 基本上都是他们的 那么说了这么多 未来反舰导弹发射方式 会如何发展呢 综合来看 各国发生大规模海战的几率较小 所以美军军舰还是以五倍平衡的发展模式 反舰导弹在不特别影响舰艇的其他重要指标时呢 例如隐身特性 会继续采用传统 且成本不高的倾斜发射装置 将数量有限的垂直发射系统 留给眼下更强调防空 或者远程对地打击武器 而大多数经济不发达的国家 也会继续选择这种对技术要求不高的安装方式 不过从各国现阶段军舰的发展现状来看呢 垂直发射系统是唯一能够满足 诸多战术限制的发射装置 所以尽管倾斜发射 价格低廉 对技术要求不高 但还是会慢慢的退出历史舞台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大兵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